波及上应该很容易理解 我希望从这边插入一个函数 能够有一个使用者定义 我现在已经先做出来了 先demo给我看 刮无这段函数 给个资料就好了 他过来之后发现里面没有刮无 所以里面是空的 按确定空的 其他会不会向下填满放开 其他ok了 所以如果你工作里面 也有这样的东西存在的话 那以后你就是等一下去马上就ok了 你就不用去想公式要怎么下 不过前提是你要把这东西变出来 如何做 我们只是交规 那这里面其实都不需要去死背的 第一个你要做什么 我刚刚讲过 一你就先怎么样 到模组里面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这个方选 我这个地方 我先把这个delete掉 第一步的话 你就是先在这边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的时候 特别注意一定要方选 我要有资料函数 那名称的话叫刮无制造函数 打上去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 刮无里面要跟使用的要什么 你给我一个参赛者资料 或简单叫资料好了 也许我这边的话就给一个资料 OK 跳出来还有一个格子 实力好给我一下 那我就选这个给他 那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做呢 当然一样 我们一样就是最后的东西要返还给他 他丢回来 可是问题 我要接下来怎么做 其实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做 你可以参考前面写过的东西 那前面不是有一个sub 对不对 sub forness里面 因为其实function跟 那个sub跟方言最大不一样是 那个我刚刚讲 sub就有点像那个 现在学生排一直做都做完 他也不会问你问题 那function是会一直问问题 一直问问题 会一直问你该怎么办 怎么下一步 所以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把中间这个区块的东西 搬到这边来 其实你就做完了 OK 其实他概念是一样的 差别只是说一个会问问题 一个不会问问题而已 就这样 所以第一个 其实你可以参考 假设我们可以拿这一段 最简单的方法control c 不包含forness 如果我直接拿这个来改的话 一贴上 二的话让他倒车 他太过去 所以tap是往右增加缩排 如果往左的话就是 shipped按住再按tap 他就减少缩排 OK 那a等于什么呢 这个以前的a 是资料的来源 所以你其实可以把a栏里面的东西 把它用什么呢 用资料取代 因为他的资料是我选给他 不是自己去上面抓 所以呢 把sales a栏的资料 改成资料 所以你要发现 只要sales a一律改成资料就可以了 这个给他 有没有 他抓到之后 这个给他的资料里面有没有刮符 有刮符 的话 那就是位置 如果没有刮符就零 那再来的话呢 丢给谁 丢给b栏 对不对 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 刮符字串本身 因为他要丢给谁 丢给自己 OK 所以记得要把这个改成 那个方弦自己本身的名称 他就切割完之后 就丢给这个刮符字串函数了 改完了 OK 这样就好了 就只有这样而已 所以基本上 就是把里面的sales a栏 其实指的就是资料 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资料引数 那把b栏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刮符字串的函数名称 就好 其他都不改 所以你会发现 sup 比较像是我自己去上面抓资料 所以像有些学生 他从来不会问问题 因为我已经刚刚在云端 所以他也从来不会 他自己去看云端 他也不会来问我 那有一些 有些同学是 都一直问我 他也不看云端 所以 我想说 那上面都有 你看一下 不过方弦就有点像那个 刚刚讲的第二种 他可能也不知道有没有云端 也许他也知道 可是他看到老师就有安全感 就会很想问老师就好了 因为直接看云端白板 感觉比较没有那种感觉 所以这两者 大家那种逻辑 我只是打个比方 你们比较能够理解 不然的话很多同学 对sup 跟 function 一直搞不清楚 最后的话我们做完之后 再检查一下 里面就不能有所谓的 sales 反正sup 里面一定会有 sales 可是 function 里面几乎就不会有 sales 应该是一定不会有 有的话你一定要改 OK 好 那基本上改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这边插入函数 瓜五字上函数 按确定 给个资料看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 他回来是零 按确定 向下填满 基本上 应该是 还算合格 可是会有个缺点 就是回来的东西 会是零 可是为什么是零呢 其实这个地方 最后只要再改一个地方就OK了 哪个地方呢 因为 瓜五只要是函数本身 他预设值一定是零 为什么一定 因为他就是预设里面 如果你没有丢任何东西给他 他一定就是一个数字 就是零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为什么这边不会是零 那这边会是零 各位没有发现 这边有个逻辑判断 如果呢 他不等于零的时候 他会做切割丢 可是呢 如果他等于零的话 其实他基本上 不会丢给他任何东西 那如果说我不要让他是零的话 我可以丢给他一个空的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其实只要改一个地方就OK了 哪个地方呢 其实 在 if then 这个是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 他会做这件事 可是反之 反之 反之我没有处理啦 因为反之等于零 那我根本什么 如果sub是什么事都不用做 可是这里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个else 反之 反之 反之的话就是说呢 如果A是零的话 那我就不要 如果不处理的话呢 他里面就是零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瓜糊字专里面 如果他是零 就是找不到瓜糊的话 那我就把里面变成没有东西 所以特别注意 在function里面最后可能会需要多增加 这两行的叙述啦 其实关键就是逻辑 本来是单一一重逻辑 改成两重逻辑 OK 然后这个时候做完之后 其实你什么事都不用做啦 游标放在资料编辑列 打个勾就可以了 他就重整了 你会发现 所有的零 就消失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应该可以理解了 这个function部分 基本上跟sub的比较 来把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那最后呢 建议就是说 如果可以就自己再加注解 那注解的话一定是单一号开头 我在云端白板上面的参考答案都会有 那个单一号开头一 第一个 这个是做什么的 所以每一行每一行程式你打完之后 有时候你可能 还是不太了解 每一行的叙述是什么的话 我建议可以 就是模仿那个 我云端上面这些 的那个方法 然后给一些那个 注解 OK 那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后面的范例 谢谢大家